随着静命两天是华南云语区东移的一个影响 那再加上就是说下礼拜一是有封面通过的状况之下 所以包括像是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 都会是逐渐的明显起来 那特别是从今天下半天开始 整个随机上市来讲是有逐渐争夺的趋势 不过整个降雨的情况上 目前看起来也还是以这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整个降雨情形会是比较明显的